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戏》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 这个也算是在新兴市场 非洲大陆当中是一个大国人 他排前五的人口 这个国家甚至在去年 美国副总统何锦维就访问那里 令到以为有什么欺击 结果都是那几个字 口爽何包 有没有加上教师赢? 绝对有 你们这些人 等一会我们再说一下 港席你也是这样 港席你也是这样 原来日前就是这个非洲人 为了纪念非洲人取得独立 加强团结合作的历史进程 在此时此刻坦桑尼亚的外交部 兼东非合作部长 就叫坎巴尔 现在西方国家 想着重新在非洲 恢复他们的影响力 你不要以为人家傻的 我们回来帮你们 其实你只是为了抗衡中俄 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 如果他们想着来拿着 没有其他的帮助协助 等待他们的 自由就是被驱逐 他也挺厉害的 他说 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 现在想着 最后的一秒钟 冲入我们非洲 就想着 再次发 发挥他们影响力 拿好处 拿着受 这个努力 引好 他用努力 结果 就等于 很多非洲国家的前中主角 法兰西一样 这些 前殖民主义国家 好像 美法 那样 只换来一个结果 就好像 在尼日以 霸里布基拉法索 将他们驱逐出去 你们刚才没有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想着 来拿一些影响力 拿着数 拿些不公平的东西 不是殖民地年代 他的意思 不是殖民地年代 你们只是拿不投资 No 原来这位 巴坎尔也说 其他国家与非洲合作 是建立在 互相尊重 互利的基础上 但是 你们西方 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回去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与中俄斗争 应该顺便会找些好处 是 没错 他说 非洲领导人和国家有 决心维护我们独立性和主权 各国家 也应当不受外部 压力的影响 自己选择发展项目 和合作自由 我们非洲人认为 被要求选择 一些特定伙伴 会令到其他人不愉快 每个国家 和整片非洲大陆 都必须 是能够独立追求自己利益 不再受欧美左右 这也是 刚才我们不是说 贺锦丽去年 就说我来了 我们来了 好搞笑 贺锦丽有些东西都说得挺好的 他就说 我们对于这个 很多东西 好像 帮你搞医疗 而且 他更加说 还有 就是帮你搞民主发展 又说这些 又理 因为他们上年就承诺 今年会向坦桑尼 这个国家 这个是非洲第五大人口国家 就会付 5.6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看来现在 他们的援助亦都是基于 是什么 民主发展 还有女权 当然 由于 好搞笑 他 真的做人教师 因为他当时坦桑尼亚 的 女元首是非洲唯一的女性 你们 取得了进步 所以 你们 是这个 民主改革的倡导者 所以我们就扩大和你的伙伴关系 撑你 你好像说你们做得好 我就和你扩大 怪不得 这位 外长兼是东非事务部长那么生气 好像掌赏我 你不要这样 你们做得好我就掌赏你了 所以 为什么人家那么生气 为什么人家那么生气 那么当然 本来 坦桑尼亚就希望 扩大在美国坦桑尼亚人长期签证计划 但是美国就是 说了就好像没什么理解 又是口爽何巴勒 是不是 又是口爽何巴勒 之后他也去了赞兵 你看到非洲 亦都接待你的 不过 面识就好像 一般 每一次他们去到南方国家 想得到东西 你没有发觉 现在 现在西方的领导 去南方国家 我不敢说 早上烂压 但往往他们想得到的 都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甚至 有些还是少了 你不要来想得到的 是吗 是呀 是呀 有些现在说得明白 你不要来拿着什么都不放下 我们合作 你记住 他所说的就是互相尊重互利 就是证明了你以前做得差 是呀 整天都要 刚才赫金你都说 你们做得好 民主搞得好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是主权 人家搞成什么呢 那你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和他们合作 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指指点点 我觉得就是这样 原来一说到非洲的政治负权 这位 巴勒义就说 只有非洲大陆的国家 自立自强并且团结 才可以实现真正进步 这个不单是项目发展 和抗的问题 这个亦都关系到政治的赋予权利 而这个是我们 自己做到 我们团结 我们不需要外部势力来搞 是啊 外部势力都应该是得到非洲人的允许 你才可以去的 那看回原来1963年 非盟 即是非洲联盟 前身就叫非洲统一组织 当时叫非统 那就是将 这个5月 的25号定为非洲日 非统成立 开启了非洲国家 是联合志强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 其实这个非洲团结合作和平发展势头是不断增加 集体的影响力 显著增加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一段时间以来 因为这个中俄和非洲的关系相当好 所以看到 美国和欧盟就打算去一去 但是换来的就看来 不多好了 包括离日以座内的非洲国家纷纷要求 在美国和法国的军队撤出 亦都被在西方 不太好 那个不是美国的直台 差 是呀 叫你拎你 没错 对 原来 亦都被美国媒体认为 颠覆了美国在西非的态势 美国和法国 两个国家曾经就以反极端的名义 在非洲驻军 但是 就为非洲资深更多的乱长 他们干涉别人内政的行径 亦都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 好像5月19日 尼日以和美国国防部 在尼日以首都尼亚美共同宣布 双方一致同意 最迟在今年9月15日全面撤军 美军被人赶走 联合公布也说双方确保 美军撤离期间的各控安保工作 并且制定 便于美方人员出入境的程序 美军撤出 不会影响了国家发展双边关系 双方 将会继续在外加上对话明确双边关系的未来 现在 到此时此刻美国还没有承认是 尼日以的军政府 根据尼日以的过渡政府总理 扎内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尼日以本来 就觉得没问题 一开始就没有拒绝美国继续驻军 因为他换了政权 就算要求法国 是满后 其实尼日以也保留了 命美国军队继续进驻可能性 但是 你们 他现在就会说 但是你们不单无法证明 你们继续驻军的合理性 而且在谈判当中 更加当着 尼日以领导人 而止 气使地发出威胁 就说你这样 还有很高我 刚刚退休那位 是美国国务院 一位是副国务卿 去到任何人 打声招呼 到处走 你目中无人 他就说 你这样 遗子 气使 你这样 子下做摩 子三子四叫我做什么 你有没有尊重过我 刚才 坦桑林亚说的一样 你们做得好 我们先和你扩大合作 这些是相互相成 你不要说到 现在你会觉得 他觉得我们是印刺你的 我送给你的 殖民者心态没有改变过 也没有 现在形势 他们已经改变了 民心已经改变了 但是你的心态就没有改变了 对了 你刚才 当然也使得 尼日尔和 布基拉法索 还有是 玛丽 这些兄弟国家不满 尼日尔去年爆发政变 美国在依据国内 你记住他依据国内法 是冻结了对 尼日尔的支援 并且暂停使用 在尼日尔的基地 当然 一千多名美军 仍然住宅在尼日尔 美国政府为此 就和尼日尔谈判 要求他们恢复民主 有说这些 你很搞笑 你真的叫他自己推倒自己的政权 责外就说 责外就说 你知不知道责外是怎么说的 曾经等了美国几个月 想和他们的官员会谈 但是 毫无进串 没有人理我们 原来 尼日尔的 前陆军参谋长 现任副总统 又叫莫迪 他甚至 是草意过一份新的 美军驻 当地的协业 但美方说不行 不跟你谈 那便走 是不是 原来 其实尼日尔 这位新任总理说的 亦都是很多非洲人的心声 他怎么说呢 其实 尼日尔 一度对西方抱有希望的 因为美国 会提供更多援助 帮助他们 度过 是被极端有搞的危机 和经济上的帮助 但是 为什么你们 好像不公平 为什么你对以色列和乌克兰那么好 对我们 你有美军基地 来到我们的领土 好像 你表现出的友谊 很少 跟你之前承诺不同 对 那便对了 刚才 那位坦桑苓尼亚外长说的 你们 整天说这么多大话 空话 其实就是为了对抗中俄 利日尔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 整核武的有元素 抗产储量非常丰富 习内也说 美国 国务院非洲事务 助理国务卿 莫利菲 3月访问利日尔时 如果利日尔想和美国有安全关系 那你就不准 是 用华盛顿觉得是反感的方式 跟伊朗和俄罗斯接触的 你不准的 就是威胁人 他也继续威胁利日尔 如果利日尔想着 出口惹到伊朗 我们就会对你进一步制裁 习内就说 这个儿子天年 就是为什么要美军走的一个转折点 看穿了你的嘴唇 你又威胁我 我没有钱 不卖给俄罗斯和伊朗 你肯不肯付钱我 你就说不付 就罢了 就在这次会议几天之后 利日尔的 保卫组国 委员会 正式废除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并且美国 在利日尔的军事存在是非法的 在利日尔过到政府要求之下 法军其实去年12月22日 已经全面撤出利日尔 更早之前 马里中非共和国 布基拉法所 也纷纷向代表欧盟的法国 下载载载 除此之外 中非国家炸德 四月份也敦促美国 从他们国家军事基地撤军 再看 美国媒体也说 糟了 虽然 驻炸德的美军很少 大约百多人 但是 一直是 对 对 所以 本来跟他们关系比较好 现在他们的转态 你需要檢讨一下自己 为什么 以前支持你 亲近你的人都走开 你想想 anycome 不是 台湾地区 不是 你要知道以前这些非洲国家对你仍然是一样事 我们经常说 有些人说西方的语实力很强 说一句什么都可以 你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 现在好像散散地 还未完全崩溃了 但是真的是散散地 现在西方做的事就是 你又是说自由民主 帮你搞好什么 搞好民主制度 选举 他要的不是这些事 美国官员也说 这个最新迹象也表明了 他们也承认 不是我说 就是说 现在 整个非洲大陆 美国的稳定性和美国影响力 正在转动 你现在还寻求什么稳定性和影响力 影响力 我们很简单的说来说去就是 中国影响力很大 都是那句 你帮我 我对你有一些感恩之情 这是人家的影响 是的 其实坦桑林总统也说过 与西方国家 相比 他更加乐意接受中国的援助 因为中国的援助附带条件 几乎是没有 没有干涉的内政 他也说 来自西方国家 有很多压力 实际上是 他们经常说 而中国 已经成为了非洲一个重大的投资者 当然他们又在挑战中 西方在这块大陆上影响力 都说不是挑战 大家一起合作 他这种就是永远都放不开的 都是几十年才 你来就挑战我的 非黑即白 不是你 不是你死就我亡 没问题 其实说真的 现在的南方国家 他不管你这套 你哪个来都行 你不要这么多前置条件 不要亚之亚 赵摩洛哥 不要这么高昂 我们平等合作 现在是你求他 你不要忘记 现在是你需要 他的重要资源去发展 你的工业 尤其是绿色产业 中国也承诺过 对非洲的投资 也帮他们架起基建 当然 这个 非洲国家也说过 他们的援助 令你有一点很高兴 就是他们 你经常说中国 那些什么 叫做 大无陷阱 他叫做新籍民主 对 最搞笑的是 坦桑林 他们反而没有捆绑任何条件 他们决定给你的时候 就是给你的 不是好像你口爽黄巴默 要么口爽黄巴默 要么就是民主还没教好 选举还没教好 这就是黑人争 对吗 好像 在他们的首都 一个大学的图书馆 原来中国 协助兴建这座号资 4600万美金的图书馆 当时总统也说 他们在很多其他发展领域上 都给了我们帮助 那么我们 加强两个国家联系 也都相当自然的 你知道 其实 本来东非国家很大的援助 就来自欧盟 但是 你知他们前节条件相当多 马来西亚都深受其害 经常都说 你们怎么做的 那些东西不行 是吧 其实做不到的 那些小 中游的那些 农民 其实真的做不到 如果符合你欧盟的 他们叫准入规则 我相信很多人是倒闭的 当然你就不理人 是的 那 当然 现在这些没有前撤条件 就是 赢的 这个 我不敢说赢的 就是有影响力的 一个 重要来源 当时 美国 国务卿 布林肯就说 中国是非洲的投资 是助长依赖 很搞笑 中国投资助长依赖 我们投资就不是 亦隐身是腐败的 你说是不是 有些贪腐 但是关中国是什么事 关中国是什么事 当然你们说 因为你们给钱他 就有贪腐了 但是 我相信大多数他都要把东西 才可以 而是 是堵住民众 民众霸口 当时你们就说 只有美国在当地的投资方式才可持续 你就说得对了 既然你说可持续 为什么这么少 他问你一句 喂 别人 你就觉得不可持续 但是别人偏偏的数 大一点 那你就说 这些可持续的 但是 你要 跟我的 报调一致 就是有些前置条件 中国也是反驳美国 你这种说法跟事实完全 不相符 之前 东非国家吉布提 亦都是 你知道 现在是有一个 军事基地 唯一 中国唯一的军事基地 就是 補给基地 而且联合国批准了 联合国批准了 当然 多个国家吉布提 也是有驻军的 美国也是有驻军的 美国有4000兵 你又说什么是新殖民主义 如果真的被中国殖民主义 应该是不让你美国驻军的 对吧 也是那句 做人 公道点 你不要叫人 咚咚咚咚 跌高头 说你这样不行 对不起 现在他们 不吃你这套 今次节目时间来这些 多谢各位 再见